台北英,為什麼不搭巴士呢? 中環巴士總站有15號巴士去到山頂 在中環地鐵站還有1號專線小巴上山頂 不過很久沒搭纜車了,就來搭一下吧 其實搭纜車是很快的,六、七分鐘就到了 這個纜車總站的設計挺特別的 你說它像什麼? 像一隻船 有眼光,因為以前香港是一個漁港 船是最有代表性的 或者你會覺得山頂上有一隻船就似乎不太適合 但是每當有霧的時候,這隻船就好像浮在雲霧裡面 看起來就好像在海上一樣 給我吧 喂,你拿去進去嗎?我只是剛剛散節 你進去我看什麼? 給我看看 給我看看 紅磡體育館 新世界中心 太空館 海運大廈 讓我看看 等一會,正在看 我留下最後20秒給你看 又好 讓我看看 來,讓我看看 這麼快就看完了 好可怕的 你呀 又是誰看20秒 現在90秒自己看完 還沒蚊子 這條路最好跑步 在這條路可以走出纜車總站 沿河看完整個海港的景色 走多久? 上兩個小時 好高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纜車總站會被人叫做老襯庭 哪裡像老襯 不是這個庭子老襯 是上來的人自老襯 那就是我們老襯? 沒有理由 這條山頂這麼漂亮 上來欣賞一下也好 怎麼會是老襯呢? 是這樣的 以前住在香港的人 很多人都沒上過來太平山頂 他聽人家說山頂的風景很好 於是就想上來玩玩 但是又聽人家說 上山頂千萬不要坐車 一定要走上來 這樣才可以盡情欣賞到 一些特別漂亮的景色 哦 原來說上到來上戲不接下戲 那裡老襯是吧 所有來到香港的遊客 都一定上來太平山參觀 這些這麼富中國色彩的紀念品 很吸引外國人的 是嗎? 你看看 這裡是一個中國式的良情的舊別寺 這個太平山子 停在周圍的西式建築物當中 就更別是一格了 原來這裡看上去的中環才是最清楚的 你說中生節上來這裡上雨 是不是別有風味呢? 以前這裡是港督府的舊子 不如現在整個山頭變了公園 喂 去那邊走一下 好啊 譚玉英這張桌子 是教我們辨別方向的 有東南西北 見不見到嗎? 見 這裡向正西面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日落才走 好 這麼大霧看不到日落了 也不要緊 這片雲海也一樣這麼好 好啊